在马总统上任之后 他对于整个移民政策是采取一个非常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已经进来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当成感兴台湾幸福 好好的照顾 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协助他们尽快的融入台湾的社会 那能够好好的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家庭 新的家庭生活 我们发现说在92、93年那一批 父母进来之后慢慢的孩子也长大了 那现在呢也进入到国小里面 小一、小二、小三也都有了 那这几年刚好呢 也是我们新移民入学的逐渐变成高峰期 那平均呢在全国的国小里面 应该有将近10%到15%左右平均 是新移民的殖民 那如果比较高的 像我本身是来自于台南 那我们台南呢在东山乡、白河乡那几个 像这个国小 甚至有了国小里面的新移民的子女的比例呢 已经高达40%左右 那说好了 我们一个新移民的朋友呢 来到台湾 假设说呢是条件上跟我们台湾的父母是一样的话 我说条件上是这样子 家里呢还蛮普通蛮小通 那家里呢也没有歧视的状况 那家里面的成长呢也注重子女教育的话 那我想呢 新移民所生的孩子呢 他的一个机会上是会跟台湾人一模一样 那关于刚刚大家谈到就是关于母语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桃宇县市 我们已经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们学习中心 我们已经开了三年的课程 就是说我们不但开了 为新移民开了一些 就是基础的一个中文试制 或者是进阶 这些课程以外 我们同时也为新移民的眷属 包括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小孩 我们也开了母语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开 这学期有开阿拉伯 泰国 粤语 缅甸 我们都开了 那这个还不够啊 因为他们有诱音 那我们呢 为什么会重视 就是说你要鼓励他来学 那你跟他讲说学这个很重要 那家属也觉得为什么要学呢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注意到 那我比如说我们在5月21号 我们就邀请 普人大学的张善女教授 然后他就是目标锁定在 这次是歇锁定越南 因为他最近常到越南去做研究 他发现 他要从一个观点 他就要我们要求 就找到这个目标对象 然后他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从国际化的观点 去谈就是新移民的第二代子女 他的发展优势 那刚刚刚都有提到 为什么他有优势 第一个 他有不同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资产 第二个他的语言 为什么语言呢 比如说现在越南 他跟我们的经贸合作是 我们是他主要的经贸合作对象 据我了解应该是第二名或第三名 那所以现在我们非常多的台商 台商在越南 他有设立工资 可是他需要干部的时候 第一个他如果说 从台湾找来一级的干部 可是他不懂越南的话 不懂得越南的文化 可是呢 他如果他从当地越南找来的 他可能经营的风格又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所以他非常需要 就有双边文化跟双边背景的那种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第二代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就是有非常竞争优势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程度来分享 可是我们也不及大 但是如果我们关闭的 再留言 照片 所以我们的 有什么